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早盘的时间 我是Homley Chat的陈小宇 首先来看一下亚太地区开盘的情况 亚太地区开盘涨地三半 涨幅较大的是澳大利亚、韩国、越南、胡志明市 跌幅较大的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 目前马股是跌幅最大的 从早盘的走势来看,基本是一路往下的 一会儿到了11点附近 我们需要看它是否能够转上 突破黄线的阻力 如果说11点附近没有转上 那么今天收音线基本已经定了 从日线上来看 到目前为止是一个中音线 如果今天收了一个中音线就不太好了 因为高点出现了高点降低的情况 一旦破掉这个前一低点 那么就是一个下降趋势 所以指数方面就不太乐观 所以说近期我们需要去规避蓝筹股以及指数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的状况 以及资金的状况 趋势还在下降 那庄家资金目前也是在持续减少 所以说这个指数真的是有风险了 尤其是它没有这个高点没有过前期高点的话 这种就容易走下降趋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马股开盘的盘面特征 马股开盘到目前为止是1566.75 下跌了11.39 跌幅在0.72 其中时间上升的是425 下跌的是513 平盘的是320 从行业来看 今天涨跌参半 虽然是下跌了 但是说涨的这些行业比跌的这些行业要多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这种下跌也主要是有两个行业所导致的 一个是technology 一个是这个Telecommunication 一个是Healthcare 前边这两个行业曾经一度领涨马股 因为涨太多了 所以说领跌马股也是很很正常的是吧 只是呢 technology从上个礼拜五意外暴跌的话 这不太正常 因为纳斯达克是创新高的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需要去单纯的去 单独的去分析 它已经不再跟那个纳斯达克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technology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上个礼拜呢 虽然它出现上升了 对吧 但是说专家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减仓 对吧 然后今天为止呢 就已经是变青涩了 整个行业都变青涩了 然后从它的分钟图来看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 5号7点5点就已经出现了卖出点啊 因为没有创新高了啊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些股项 跌的比较多的这些股项 你看像0083它属于科技5162 5161是吧 9393 0166 0068 那这个0083跌的比较多啊 主要是它的这个影响比较大一点 它在科技当中呢 也有一些仗的是不错的 像这个0169啊 0094啊 包括0069 0169 007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专家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0094呢 今天专家也很高 0069呢 专家刚开始增仓 007呢 是上周就专家开始增仓了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Healthcare啊 今天跌的比较多一点 首先看它的行业的走势 今天也是出现了卖出信号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啊 然后我们看今天领帐马股呢 是疫苗股啊 7148 0148 0155 是吧 这基本上是疫苗股 还有7081 因为最近疫苗的股票呢 就是受到了这个疫苗的相关的一些好消息呢 就频繁的出现是吧 那今天跌幅脚蛋呢 依然是手套相关的 比如像7191的话 它属于小型医疗当中的一个股项 今天已经出现了青色 那前面几天的跌的是比较快的 今天也是在求找对吧 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分钟图啊 其实我们有分钟图的话 你会比较早能够发现它的卖出点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就已经出现了卖出点 816号的10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706 今天跌的比较惨的啊 这属于大型股项 大型手套 今天跌的比较多 在六分分钟图当中呢 我们看它其实已经也是出现了卖出卖出点啊 在这个817号的4点已经出现卖出点 其次像7163跌的9% 5168跌的7% 这些手套 为什么手套跌呢 因为主要是疫苗的这个好消息呢 疫苗一出 对于手套来讲是重大的力空 一旦疫苗成功的话 那这些手套的这个需求 必然会降低 然后目前看的话 753已经出现了卖出点 而且是有效的卖出点 然后5168呢 这就不用说了啊 前面已经一直在提醒大家 已经翻轻色了 知道吗 而且是它已经严重不正常了 今天呢 距离下跌 关于小型的呢 比如像这个0163呢 包括017803呢 这些是吧 以及那个comfort呀 我们来看一下comfort comfort也是跌了11% 其实它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翻轻色了 这个跌的比较惨的 跌的比较惨的是它 其实如果说你有这个软件的话 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呢 差不多就是在这一边就可以看到了 8月5号的三点 价格是6块7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目前呢是下跌趋势 跌的比较多 好了 如果说你有手套股的话 你的股票 庄家是不是已经跑路了呢 还是说需要这个继续等待呢 该怎样操作呢 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恐慌了 那这种恐慌一旦形成 既可能会有更快的下跌 那我们应该是止损 还是应该补仓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可以不打我们下跌的热线 如果说你想要看其他行业的股票的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转发给你的股友 尤其是有手套的这些朋友们 如果说你想要去购买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不打我们的热线 好了 今天我们的造盘解析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